南北大道以保至打巴路段 今天凌晨发生恐怖夺命车祸 一辆宝藤赛家轿车怀疑失控猛撞 一辆罗里尾部之后 轿车引擎盖引火燃烧 然后车内的其中四人 包括两名孩童当场死亡 至于车内另一名受重伤的七岁男童 被送往医院抢救之后 今早9点20分宣告伤众不治 令这起车祸悲剧的死亡人数 增加到5人 这场车祸是发生在南北大道 南下方向310.2公里处 霹雳消产局在今天凌晨2点左右 接获投报之后 马上赶往现场 当局证实轿车内的死者 分别是45岁妇女阿兹利亚尼 23岁的莫哈默阿兹 8岁女童西蒂努阿米纳 7岁男童莫哈默法华 和5岁男童阿默乌维斯 当局透露 死者被发现时身体部分被烧伤 而涉及车祸的罗里斯基则没有受伤 警方还在调查 召回原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